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瓶 现场为您要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能掌握政策法 通通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然后飞瓶好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大家周末愉快 来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看见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将冠指数最高今天在23,079点 最低我们看到22,806点 收盘的时候预估总量是4,060亿元 将近在平盘的位置 好 今天这样的一个盘式 这个礼拜结束了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我们的机会在哪里 怎么样跟着老师进场布局好的股票呢 赶快请教我们专家卢老师 那周末时刻 今天当然是一个开心的一个周末 指数又往上创高 不过这个墙中又有点不给力了 盘中一度涨了将近有200点之多 220点了 到最后现在是由红翻黑 甚至于盘中一度还跌了51点 也就是说今天是一个开高震荡走低的一个格局 那我想这个行情到目前为止 似乎还是符合我们先前跟各位所规划的一个预期 我想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这个联准会还没有降息之前 那时候大家都在讲说 如果联准会降息两马 铁定是一个大利空 它代表的是怎么样 它代表的是这个景气要衰退 那个当时我记得我就独排众议 市场上大家都在讲说降两马绝对是利空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 而且是斩钉截铁的告诉各位 那绝对不会是利空 反而是怎么样 反而是利多 因为很简单 你说从一些公布出来 一些经济数据出现的一些疲软 你就讲说 这个美国的景气要衰退 甚至于当时还有人用了什么萨姆指标 哇不得了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讲的好像要崩盘了一样 但是我说萨姆指标当初是还告诉各位 连创始人克劳蒂亚萨姆女士 他都讲说初期的一个萨姆指标触动 并不代表景气就会衰退 要看联准会后面怎么做 各个矿位也在告诉各位了 联准会他原本的目的是要打通膨 打通膨就一定会连带的把景气给带下来 最好的状况就是让他软着陆 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降温 但是不会跳水 那从当时所公布出来的一个数据 基本上是降温而不是跳水 所以不可能呈现 至少以当时的数据来看 他不可能呈现硬着陆 那如果说是软着陆 那本来就是联准会他的剧本 那整个景气的一个状况 按照他的剧本走 有什么好担心的 没错 就像当时大家讲说 哇不得了啦 这个失业率跳到4.3 当时我是不是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联准会本来就预期大概4.4是合理的 都还在联准会的一个预期之内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说你不要被人家市场 这样是有心人牵动 跟着他们那个风向在走 你这样吃亏了会是自己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时候我倒是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接下来的行情 不管一码也好两码也好 两码那更是利多了 会从原本的景气行情 会变成是一个资金行情 你看到现在你回过头去看 现在量有没有出来了 当时不都没量吗 没错 都两千多亿三千出头亿 现在都几个工都四千几亿 有没有资金出来了 资金出来了什么行情 不就资金行情吗 对 对不对 那你看从联准会降息之后 一开始大家讲说是利空 是利空利空 结果呢 降息两码有崩盘吗 降息两码反而 道琼道琼在创历史新高 S&P500在创历史新高 就连纳斯达克指数差两% 也要改写历史新高 废半指数也跟在后面 随时也就有机会 对 那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好的 台股也是一样 当时我就告诉各位了 多头趋势 它是确立的 只不过 它不是用急行军的方式 对 它是用来回震荡 震荡兼行进 碎步前进的方式 进二推一 进三推二的方式 来往上挺 你说今天 指数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就开高走低 要符合 这哪里有脱离 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 一个行情 一个价格 连涨四天 对呀 前面四天涨了700点 对不对 今天又如果说 在今天盘中又涨了200多点 短线上光这个礼拜 以高点来讲 都已经涨了超过900点了 是 900点 喝杯水喘口气 好像奇怪的 震荡兼行进 本来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 甚至于下个礼拜 再震一下 我认为都合情合理 所以我想 大盘的部分 不用给他说 反正就是震荡 但是也因为是震荡 我说过盘面的一个肋骨 它就会呈现是一个轮动 那轮动 这个就是大家最怕的 因为在轮动的架构之下 对 因为你要去掌握 攻守进退的一个节奏 同样是一档好股票 你买的位置很重要 你买的位置不对 明明就可以赚大钱的股票 你偏偏是赔钱 对不对 那如果说在该卖一趟 你不懂得卖一趟的时候 纵使你的买点是好的 如果说你不懂得分段操作 你可能怎么样 抱上又抱下 对不对 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到底我资金要怎么摆 能够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 我想这每一个环节 都是关键 都是重点 那当然这些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盘是活的 这些变动 都是在盘中时间变动 不是现在已经收盘了 我们再跟各位这边讲这些 有没有 所以其实操作上面 最关键的时刻 还是在盘前 因为毕竟盘前关系到 昨天美股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还有今天有什么产业的 最新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所以对于盘前的资讯 还有盘中的及时兴趣 我想这个是各位在接下来 操作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所在 那到底要如何能够掌握 在这样轮动结构的 轮动这样 这个所谓的一个格局里面的 一个轮动的一个节奏的话 我说过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善用你的工具 如果说你还不能 加入到我们 加入我们的会员 直接来操作的话 也没有关系 那至少我说 你至少让 我们每天盘前的资讯 盘中的资讯 盘后的资讯 这一条龙的一个资讯 来帮助各位能够安然的 度过现在这样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格局 因为每一个盘面的结构 都有不同的操作模式 尤其现在操作难度这么高 你每一步 每一个环节 你都不能够出错 所以你更要紧盯着 我们的一个脚步 当然我说过最适合的方式 当然就是直接跟着 我们会员来做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 暂时没有规划 也没要紧 你现在就怎么样 你现在就先加入我们古朔 并看LightEd的官方账号 从每天我给各位的一个资讯 从盘前盘中到盘后 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脉动 至少可以帮助各位 能够安然的度过 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因为我说过盘中时间 我毕竟没有节目 盘前我们也没有节目 节目时段都是在盘后 所以我如何在第一时间 能够给各位最及时的一个叮铃 当然就是我们的官方账号 LightEd的官方资讯 好所以说听话 不要忘记了盘前的资讯 盘中的及时讯息 跟盘后的分析 如果你想要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话 老师会不定时 透过我们的LightEd的 这样子的一个官方账号呢 一对一把这样的一个讯息 传送到你的手机当中 所以不要忘记 赶快准备一下你的手机 还有呢把你的手机打开 把Line打开 等一下有一个放大镜 那个搜寻的部分 要记得输入老师的ID 前面记得一定要输入 我们的小老鼠 就是at这个符号 如果你没有输入小老鼠的话 一样会看到股市罗宾汉老师 但是那个是诈骗集团 所以前面这个at很重要 待会在广告当中 我会告诉大家 小老鼠后面的这样子一个ID 如果呢这个告诉你的ID 你还不会加入 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们 没关系 你打电话进来 我们有服务专线 我们的服务人员会亲切的教你 怎么样一步一步 把老师的LightEd 加到你的手机当中 这样子以后你就可以施赖老师啦 随时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跟老师联系上 不要忘记 一定要加入老师的LightEd 可以施赖老师哦 那么想 从过去到现在 那我们一直叮咛各位 一波对的行情 你更要搭配对的方法 你说现在是不对的行情 当然是对的行情 我告诉各位 多头趋势是确立的嘛 从当时联准会降息之前 我就很斩钉截铁地告诉各位 到目前 不是一一在印证吗 你光是今天又创新高 这不是多头是什么 对 只不过我说过它是用震荡的方式来向上挺进 所以今天开高之后拉回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震荡盘间的方式 或者随步前进的格局里面 我说攻守进退 因为肋骨轮动得非常快 所以整个攻守进退的节奏 你必须要能够精准地掌握 而且你也要搭配对的方法 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行情架构之下 你能够完胜 你能够成为最大的赢家 但是要怎么用对的一个方法 我说过的最重要你要懂得善用工具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叮咛各位 最好的方式 至少你要加入到我们股硕冰汉 来at的官方账号 而这个里面的资讯 也就是怎么样 要引导各位 要教导各位 如何用对的方法来操作 除了一档对的股票给各位以外 你更要有对的方式 你才能够怎么样 你才能够成为最大的赢家 就好比说我一直强调的分段操作 分段操作 有没有 你不要以为多头架构趋 多头确立 我没有分段操作 也没关系 我就把破裂 死爆活爆 过去某一些行情格局 你要死爆活爆 一路爆 爆越久 赚越多 这样我没有意见 那是在其他行情 可是现在这种行情 你绝对不能够死爆活爆 你死爆活爆 我刚刚讲过了 重视你买点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死爆活爆 轻则报上报下 如果你买点是错的 那更不用讲了 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你追在高点 人家是贪大钱 结果你再套牢 而且解套 可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我举个例子 2399硬太 来 今天大半 大戏呢 他去就没去 没 这支股票 我跟他跟你讲 这档 我在什么时候卖掉的 我在9月23号卖掉 那天的低点 那天的高点 还在33块多 是耶 你看今天收盘多少 今天收盘 30.35 差3块 真的 对不对 你都要差3块 30块的股票差3块 等你几个厅办了 十几% 对不对 你看如果你不卖 纵使你跟我一样 纵使你跟我一样 你是买在23块 24块 25块的 你看你这样子 你是不是吐回去 你原本是大赚 现在变成普通赚而已 对不对 对普通赚 这个名字好 你还是赚啦 可是你吐了 一根停板回去 你会觉得可惜吗 真的 那更不要讲说 如果说你是追在高点 追在34块 到现在 你已经15%没去 真的 对不对 所以方法重不重 这档股票不用我多说啦 对不对 我们在911 对不对 916 就9月11号 9月16号 我们连续的一个买进 后来一口气 涨到了高点34块多 我们看到 大家都来追了 有必要做分段操作的 有没有 因为毕竟筹码乱了嘛 好的股票 可是大家都来了 那很显然就要整理了 对 那我只好怎么样 贯彻我分段操作的几率 它有没有下来 有 分段操作的目的 不就是怎么样 不就是要规避 短线的修正风险吗 是的 而且怎么样 要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怎么样能够加大你的获利空间 第一个 有了加差 你未来买回来 是不是能够加大获利空间 对 再者 现在还没有买回来之前 这个钱空在这里 是不是可以布局新的股票 就好比我现在一直告诉各位 我们这个礼拜 就是在布局一档股票 我也可以很坦白的告诉你 这档股票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动 还没动 我说我罗文斌向来是这样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布局的股票没有动 我就告诉你没有动 但是我看的是未来 它这个礼拜没有动 没有关系 未来它只要会喷 它未来空间会大 我这个时候 当然就是逢低 走在故事的前面 好水游听朋友们 不要忘记了 想要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吗 不要忘了 第一个步骤 先加入老师的Lite 可以撕赖老师 怎么样加入广告当中告诉你哦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现在来为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在节目当中呢 告诉大家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好方法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你就有机会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怎么样用对方法呢 就是怎么样走在故事的前面啦 大家都不知道这档股票 老师就带您进场来布局了 大家都在大大来讨论的时候 这时候老师就要用分段操作的方式 带大家规避掉短暂修正的风险 加大我们的获利空间 重点是可以把在股市当中的主动权 抓在我们的手上啊 随后天我们老师呢 在节目当中呢一直示范 跟着老师呢进场来布局 包含我们的硬态啦 陈启啦 是不是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分段操作的方式带大家进场布局啊 如果你跟着老师来赚的话 卖在相对高点 哦 今天都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随后天我们想跟进老师的脚步吗 第一个步骤 先加入老师的Lite 思赖老师 怎么样可以加入老师Lite呢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t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除此之外呢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了ID 还不会加入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 0223659333 02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播通哦 欢迎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菲萍 问你要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学生罗老师继续回来咯 这个礼拜结束了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我们机会在哪里呢 赶快请教我们专家罗老师 我想这个礼拜大盘大涨 如果说以高点来计算的话 甚至于涨了超过900点以上 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7月22号以来反弹的新高 创高我说那就是多头 既然是多头 那就是怎么样 那就是一个对的行情 我想这一路走过来 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当时 帮各位所规划的一个行情架构 从当时大家还在担心 降两码怎么样 我就说绝对是利多 对不对 这个行情只要联准会降息两码 那更加确立 整个行情又要往高点去做挑战 到现在有没有 对不对 只不过我说 现在因为毕竟盘面还是有一些变数 地缘政治 后续的等等等等 美国的大选的一个变数 所以你要用急行军的方式 每天喷每天喷 有它一定的一个难度 再加上就技术这个形态上面筹码面 上档还是有套牢筹码 所以他会用一个来回震荡 碎步前进 震荡间行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说过 面对这样的一个行情 即便它是一个对的行情 你也要用怎么样 用对的方法来应对 你才能够完胜这一波行情 对不对 那什么是对的一个方法 那我说过了 刚刚也提告分段操作 是的 另外什么走在股市的前面 那刚刚在进广告之前 我也告诉各位的 你看我们卖掉了 不管是包含像这个硬台 又不管是这个联军 我说卖掉 这些股票 第一个它没有再创新高了 代表你多报 你也不会多赚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在高档 能够适时的出一趟的话 你的资金它是没有效益的 对 那你现在卖掉以后 你看像硬太 光价差就差了十几趴 对不对 从高点下来 价差都差了十几趴 你现在随便买回来 你也贪掉几趴 对不对 有价差 更何况 我现在我们要布局新的标的 对不对 我们要走在故事前面 因为你只有走在故事的前面 你才有办法 未来在高档大家来追的时候 你能够分段操作 如果你不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你是跟着大家追在高档 我说纵使你想分段操作 你怎么操作 对啊 没错 那你就追在高档 你就套在高档 你怎么分段操作 没办法 它的基础是要必须建立在 你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而现在我就要再一次的 要带着各位走在故事的前面 我说过了 我布局的股票 我不管它今天有没有涨 早一天涨 晚一天涨 我不会care这个 对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那种 哇 我的股票 我天天都要涨停板 我每天噴 我是要有很多的专家权威名师 每天号称天天涨停板 有没有 哇 每天它都有涨停板的股票 这是每天都没同的股票 对不对 那我说你坐在你不累吗 你每天在那边追来追去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一个方式 在还没有起涨之前 你就连续的买进 你看 当时印太没有起涨之前 我们有没有连续买进 有啊 有的 特别后来涨上来 谁是最大的赢家 是 哇 当然是我们是最大的赢家 对 你最大高档人有几个 你到现在在等减套了 是的 对不对 那你看 这两股票我也跟各位讲过 现在专期中没人家说 对啊 有什么 啊 没起啊 嗯 啊 没起什么要说 对不对 只有我这个阿呆会告诉你啊 因为大家都很聪明啊 涨上来跟你讲他才准啊 嗯 对不对 万一现在跟你讲 阿卡不仅不太落差了 对不对 没错 但是我认为 好 只要是他有爆发的潜力 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是要 因为我说这是最新法人扣回来的 对 对不对 而且是全新的题材 完全没有人在讲的一个题材 这种筹码他才会干净 而且法人现在也是怎么样 哎 鸭子划水慢慢在吃货 那一旦吃够了 未来买盘一进来 很快就会点火上去 那为什么 我说这档股票 它未来有一定的一个爆发力 很简单嘛 去年赚四块 多一点吧 对 对不对 今年上半年 六个月 已经赚了三块多 是不是已经 六个月就已经赚了将近 去年十二个月的一个 获利的一个程度了 对 那接着下来 马上要公布第三季的一个季报 按照法人的预期 其实他第三季 有赚三块钱的实力 嗯 前面已经三块了 对 三块多了 是 现在还贪一些三块 而且前面是六个月赚三块多 他现在一个 一季 三个月就能够赚三块 哇 那你看加起来多少 没错 而且不要忘了 还有什么 还有第四季 而且第四季是他的出货忘记 是不是又会比第三季更好 没错 那我说这样加起来 这辆股票 是不是今年有机会挑战一个股本 如果能够挑战一个股本 你去看看其他 同样是能够赚一个股本的公司 他们现在的股价是多少 而他现在我说本益比才15倍 你认为他有没有被低估 如果被低估的股票 你该不该 值不值得 在他还没有发动之前 先布局 先卡位 好 那这档股票 我说过 还没有动 我就告诉你他还没有动 但是也因为他还没有动 你还有机会 是 但是 下个礼拜 这档股票 我认为 他上去的机会就非常大了 嗯 所以 换句话说 礼拜一是各位罪 如果还没有上车的 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还不知道什么股票的 我今天特别 最后再开放一天 让各位 只要你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就可以跟上我们这档最新的 本周最新的这档股票的操作 好 订阅我们想跟着老师 进场来布局我们的本周最新吗 礼拜一最后的机会 欢迎听我们 赶快赶快赶快加入 老师的LINE AT 斯赖老师 把你的电话号码 留在我们的对话框就可以了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我们的本周最新 赶快加入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好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你就有机会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跟着老师赚 波段好行情 听我们 您的机会又来了 因为老师说了 本周最新 我们开放登记 礼拜一 最后进场的机会 欢迎听我们 赶快好好把握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我们的本周最新 这档股票是 目前市场上 没有人发现了这档股票 全新的题材 没有人在讲 听我们 而且他的这个营收 相当相当的不错 想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吗 不要忘记了 赶快加入老师Lite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斯赖老师 在对话框 留下您的联络电话 这样就是登记完成了 马上周一 带您进场来布局 而且周一是 最后进场的机会 赶快好好把握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对话框 留下您的联络电话 有的ID不会加入 好朋友们 您可以打电话 进来询问 0223659333 0223659333 大来国际投顾 108金管投顾 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